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天仙这十几年来的情感立场 结果除了他亲自承认交过一个圈外男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同位小花的杨幂赵被升级当妈 当童年的刘诗诗已经搭上了帅大树吴气龙 无数操作了新的粉丝 其实心中都有一个疑问 如果说最近呼吸最高的 跟天仙配对的 那当初是我们家吴亦凡啦 两人以情侣党的形式出演了热门青春严谨小说 目前曝光的校服定装照来看 颜值高到真是令人发指啊 都怪赶上当年侯侦探我啦 另外一个不管是从出生年份 还是姓名缩写高度匹配天仙的 就是当红鲜肉李一峰同学啦 两人因为在快乐大板营的同台演出口花四射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搞不明白 如果值得一提的有爱的细节 就是李一峰在微博搜索刘亦菲 并且多次点赞 有小伙伴就说了啊 哎呀 这可能是我们家风风 手滑了呢 手滑 手滑那么多次啊 逗我呢你 与此同时呢 两人都公开表示过 想跟对方来一次合作 刚刚跟刘亦菲 录了快乐大本营 那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她合作 那实际上做快乐大本营 就觉得 就因为现在 三分行的话 可以有清楚的做 哎呀 这女情我愿的小交情啊 想必是不错的吧 2005年 那是一个春天 那一年 刘亦菲的林二妹妹 跟胡哥的逍遥哥哥 成为了多少 扫男扫女心中的古装初恋啊 一个偏偏少年 一个灵动少女 那爱情来得贼了快啊 吻戏算个鸟啊 创戏才叫屌好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最坏的事是什么 李逍遥就这样取亲生子 一步到位了 根据当时的新闻呢 胡哥在提到剧中之爱 刘亦菲的时候表示 在拍戏的过程中 差一点就真的爱上她了 但随后 胡哥所属的唐人公司 跟刘亦菲产生了矛盾 使得两人之后几乎零交流啊 就是这两人满满的cp感 让这剧过了十年 依旧让粉丝们念念不忘啊 一次年十一月 胡哥竟然主动转发微博 帮刘亦菲的电影 打起了小广告 随后刘亦菲转发 并且表示感谢 两大主角的互动 让人唏嘘不已啊 因为仙剑剧中 曾经提到了十年之约 好 我们今日一别 让我们十年后再相见 我们一定会达成 心中的理想的 不见不散 那今年到底会不会 拍摄仙剑电影版呢 这也是让观众们 敲手一攀呢 不过侯震探在这里 要告诉大家一个 不好的消息 就是天仙曾经表示 所以最终会不会出现 大家想看的仙剑 那真是选题很呀 当然由于刘亦菲 不使人间烟火的气质 太深入人心了 再加上常年 没有谈恋爱的新闻 所以咱们坊间也有传 他可能是个Less 而CP呢 就是绵羊因曾亦可 我的神仙 网上有一段曾亦可 一次在跟刘亦菲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的 告白语音 一起来听一下吧 今天圣诞 祝你圣诞快乐 我想要对你说 可以不要管末日 不要管结局 不要管一切 和我相爱吧 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 现在 不是可以相爱吗 这肉麻成都 我这男性可相信 这真是大哥呀 我的妈呀 哎 好了好了 说了那么多 不知道大家觉得天仙 到底跟谁是最配的年 其实当年的仙剑剧组里 也是很混乱的 想知道刘亦菲 跟唐人之间的私逼八卦 就请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侯震探爱八卦 回复仙剑 精彩程度 绝对不亚于电视剧哟 侯震探爱八卦 我就看看不说话 我们下期再见 北北 这个回头 何必不忘 若是爱 何须是爱 经历整整 四十年 明星和星 均必永远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 难免沦为朋友 如果我带着罪意出身 或许我能够忘记 所有的爱神 从现在开始呢 你只能同我一个 要宠我 能骗我 永远都要觉得 我是最漂亮的 梦里面也要梦到我 在你心里面 只能有我 幸小姐 找到你真不容易 你怎么配我的号码 撤不过一块 事成以后 你会得到一千万万 你愿意嫁给我 我不会嫁给你的 你别过来 你下来 你听我说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解决的 你是消防队员吗 给你一千五百万 换你现在的生活 你不可以 换你了 我妈 不然 怕那里不会有麻烦 不会有麻烦的 他已经把灵魂 卖给你了 你知道吗 我在做一出生命 抓紧 我不是风掌奏戏而已 是吗 我是林浩浩 你不记得了吗 怎么会不记得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你可以告诉我 你说啊 你不会灵魂的 嗯 嗯 嗯 没错 那组技艺是挺好的 连我的差点被打中 但是那又怎么样 你醒醒吧 我完了 你为什么 这话说得好心酸啊 你没有的 对的人 我怎么会使其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